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今天我跟文道这个心情都很激动 因为这个一百年不遇的这个人都来了 是吧 他要不是为了宣传 特大自然灾害 没错 百年一遇的洪水猛兽一般来了 他要不是宣传他这个商战爱情大片 他哪不是 这个我得说公道话 人家徐敬蕾一向对咱们还是轻言有加 过去请都说想来 但就是因为你老不来 所以我现在就是跟你们配个对 他才凑齐是个缘分 所以咱们这个再谈一集 你怎么没稍显出一点喜意呢 没有我就突然想起我特别喜欢梁老师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有一天看过你写一篇文章 你就说这个女厕所比男厕所坑少 这个不公平 因为我当时特别 我就觉得这个这个人是真正的这个 就是他不仅是说其他的东西 他还会关注到这种 我就我就对您肃然起敬 真的而且是那种很感动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问题 但是好像没有人在看到这个问题 梁老师作为一个就是关心很多很大的事 同时也关心这样的事 梁老师那真是 地上的事情全关心 天上的事情也关心一半 天下是世事关心 那个文章让我一看 真的就是很感动的那种感觉 这是怎样一个男人 这好像是用来说余秋余老师 这个我觉得我是要学习的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土人 就是一个土老帽 就是后来接触了很多人 比如说有一些西方教育背景的人 或者甚至有一些海归 一些老师 我就发现我在他们身上 能学到很多 老师讲中国人过去 就男人对女人是有点不管不顾的 你知道吗 我现在有时候做 但是还做的 经常做的不太好 一不留神就忘了开车门 自个儿就钻进去了 你知道吗 但是我现在又去了一趟英国 我更严格要求自己 要当绅士 一定要开门 其实有的时候 给双方找来了更大的麻烦 我跟你说 人家没想到你会给人家开门撞上了 不是 我那天还跟一个女的说 我说其实吧 咱们真没必要这样 我很尊敬你 我说但是男的开车门 我说我认为是给女的增加了不方便 你穿短裙 像狗一样的一个爬进去 其实我觉得我先进去 你方便 对不对 所以有些规矩 也弄得我们很累 你知道吗 你说这个特别对 就是说如果你是开车门 那个人 我们女的进去的时候 反而麻烦 因为有穿裙子 你要挪动一个位子 对 反而是如果你先进去 我们坐在靠门的那个位置 其实更方便 对 这你就看到我的好了 是 可是还是有一个办法 就有时候你可以 比如说他穿的裙子短 你开了车门 请他坐了 你不要挪 然后自己走到路边那一头 再上车也行 我常常是这样 我这想起来 你说徐静蕾 你生活中 你见到那种 就是教养的特别好的 Gentlemen 就绅士的那种男人 你会觉得特别舒服 是不是 不一定 我觉得要看他这个动作 做的舒服不舒服 如果他很刻意的 好像让我觉得他有一种 你看我是绅士 我帮你开门 我觉得就我会不舒服 因为我们做演员的人 其实对人的行动 是非常敏感的 很敏感的 就像有的人他一副就是 你看我多帅的那个样子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我就觉得这人特讨厌 就如果他那种绅士 是那种很自然的 一点都不刻意的 那我就觉得会非常舒服 但很多人是在演绎绅士 就知道一些规矩 但是并不是他骨子里 真正有的 那个是能感觉到的 没错 那个反而更讨厌 他简直把我劝说 女同志的话都说出来了 我曾经跟一女同志说 我说他们那些个人 都是行活套活 套活他跟谁都一样 你知道吗 我在香港见到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说是港英余孽 什么的 就是所谓在英国就教育长大的 我不是说他们不好 但是我必须说一点 有时候我也很敏锐的感觉到 其实对于他来讲 他并不是说对这个女的 有一个什么心 心你知道吗 他只是觉得这一套 再对他来说是哪一套 他跟谁哪个女的 他都是这一套 我还听过一种北欧的 好像是北欧那边 一种女权的那种说法 他就是说你要给我开车门 你就瞧不起我 就我用得着你给我开车门 我自己完全可以开车门 我用得着你帮我拿东西吗 除非我让你帮我拿东西 对 这也是一种 你就说到很深的心理问题 所以我通常是这样 我很试食物的 我知道跟一些女权分子 我很多这种朋友 运动分子 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不干这些事 免得招人多骂 所以我就还想到 你看他们给你找个黑材料 找这个 我先给你插一个 我有时候喜欢研究 这些个 黑材料 不是我喜欢研究这些个媒体的采访 有时候我发现 这个真是叫步步为营 就是这个左聊右拨 对吧 实际呢 是非得往那儿去 第一时间你就看出他什么意思 但是你知道就问 比如说 什么 头一个片子里跟黄丽行合作了 下一个片子跟黄丽行合作 这是为了什么呢 然后 那个时候前半战还是挺正经的 到后来 越说越说越直奔主题 是有人传说 你们这个爱情发展的还不够 借下一部拍电影继续有个结果 是吗 说的这个特别对 我们经常采访前面先说了一些 但是你觉得他问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有一搭没一搭 随便一下问问 咱别闲在这儿 就总得说点话 然后就开始问到感情问题 然后就哗啦说一段 然后旁边就会有人制止了 说咱们今天谈咱们主题的问题 然后好 哗下面一片寂寂 一个问题都没有了 聊不聊了 我觉得特别烦 就是我我总是看这些 有时候我看杂志看到这些访问 为什么所有的女星导演 都都必须要问感情问题 就好像这是必要的 因为他们认为观众最关心的是你的感情问题 对而且这很深的一个男女问题 就是男男性演员当然也会问 但是比较不会觉得这是必然要问的一件事 这是你们香港来的呀 这最早最早港台的这种八卦狗台队 就我们从英国来的 没错 哎呦你怎么知道 对啊英国狗仔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我跟你说啊我才明白 原来香港报纸那一套啊 果然是英国的 因为这次我坐飞机回来的时候啊 我在飞机上拿着一个报纸 我这英文就不得 就是什么的美日净报 大概是mirror 我就看见没有美日净报 我一看他这种做法呀 跟香港的这种报纸完全一样 什么设计对白 在嘴边飘出一云彩 他是弄什么 然后我就看呢 我说这英国小报说话 可真尖刻 偷听嘛 偷听你的私人粉 其实都是从英国 真尖刻 你知道他当时说的是什么呢 好像说的是麦当纳 八卦一个麦当纳 那个周末 带着他女儿去了纽约的一个 叫什么face之类的一个夜总会玩 然后他就拍一个照片 他女儿拖着腮帮子挺冷落 这就设计对白 就帮他女儿编这个画 就说哎呀我妈身边的全是特酷的亮仔 可惜啊中间是我妈 哎呦我妈那么大岁数了 打扮的就穿一钉子裤出来了 就是想他妈说哎呦我这妈呀 还有得有几百万岁了吧 我看来英文几百万岁 哎呦他都开始舔了 就是你知道吗 什么开始什么 s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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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说是舔 就觉得他妈呀 跟一帮黑人的特酷的小伙子 在一起跳舞啊 他女儿有点看不下去了 说我这老妈都开始舔了 其实你不觉得这是作者在丢他自己的人吗 因为他想象的东西全是他的想法 全是这事就这么聊啊 因为因此觉得麦当娜怎么样 他女儿怎么 你就会觉得这些心理全都是那个作者的心理吗 没错没错 没错就是英国很怪的地方就在这 他一方面的报纸啊 他最畅销的这种小报很下重很低级很无聊 但英国人又很很绅士 是 有些人模人样装的很像 然后他 但是问题是英国呢 我觉得他的文化是截然二流的 就很多人一天是看两份报纸 一边大报还是要看 你或者泰晤士报或者是卫报 这种大报 真正经经的 他做的非常好 小报就黄赌独剧全 三赌独剧全的 那么做的 然后但是他们就并行不备的这么放在一起看 其实日本人也会有这种感觉嘛 对不对 对就是一方面工作的时候你看什么 然后再看大街上就是随地大小便的那些也都是穿着西装那种 没错 就我觉得是一种平衡吧 其实人可能都需要平衡 就没有一个人是在一条线上能一直那样的 越道貌黯然的地方 他越有另一面 而且那一面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是吧 而且有些我不懂啊 是不是好像变成一种文化 就像巴黎有很多换妻俱乐部 它是合法的吗 没错 就是很流行 对它就在一个银行的街上 然后但实际上就是那种换妻的 而且就是在 在那个地方当时发生关系的 就那种 其实他也是很 我觉得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这种 中国人也一样 中国人 哎呀你说这个 咱可能是同一个人跟咱们聊的吧 有有有一个人跟中国男人去看了一圈 就傻了 看什么 这个法国的那种换妻俱乐部 因为你不带着 人家还不让 对它是有当地的朋友 带着去看 那真叫 你可以去看 就是只要是他那个规定是必须一男一女 就可以不管你是什么关系 要带人去 对 但咱那你可以不做任何 但咱那个中国游客就是光棍一条去的 就是去看的 他就是要有朋友带着去 就是你没带女的 但人家就说去看一下 看一下他就觉得对对中国人来讲 我听好几个中国男人说过 对中国男人心理上是个很大的打击 甚至于 为什么 因为就看傻了 你知道吗 他完他说你想想 那个里边的这个男男女女 就就吃肉了 就在那这个就这个稿 就在你身边 人家谁也没觉得有什么 他说甚至有一个印象特深的 他说你能想到这种情景吗 这个换妻 一对老年夫妻 一个老头 老太太躺在老头的腿上 然后一个又一个的年轻人 就跟老太太交欢 老头就拉着老太太的手 抚摸着老太太的银发 你说这个 我觉得听起来还挺感人的 这事不能往下聊 咱去广告行吗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人徐静蕾是什么人 百无禁忌 什么都能聊 感人都说出来 不过那种场面 这是相当流行的一个现象 其实在欧洲 也是他们一种文化 但是他们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 这个东西 当然 就是亚文化 少数族群 这样的 其实有些东西 真是不同水土的人 完全没法那么弄 你像我现在考察各国的这种开放形式 欧洲就不聊了 欧洲不聊了 日本我认为 他已经到达一个什么程度 我跟多个日本朋友谈过 他已经到达就是 日本人有一种 婚姻是他们轻易不会破裂的 不要破裂 但是日本人甚至日本人 可以什么呢 各找各的 一个家庭主妇 也不妨碍你一周有一个情人 然后回来老公也是这样 但是你看到中国没有 中国男人自私 这种占有欲 但是中国男人 对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有一朋友 有一天跟我突然说一句话 就是他小孩他不想读书了 然后他妈妈就不让 就说小孩一开始说 我就一星期能不能少上一天 我少上两天 最后说我不想上了 然后我就说 那你会不会担心他 我是怎么样 他说我干嘛要担心他 你想学校制度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过去都是私塾 几十年前的事吗 我一想对啊 他说的也有道理 就是肯定所有人一听说 这个小孩不想去上学了 第一反应就是 那他怎么以后在社会上怎么办 怎么办 可是他父母说的 他妈妈说的这个道理 我觉得真是有一定 就是所有东西你可能 就是几十年前这样 怎么就变成好像人类 所以就必须要这样 他说的这个是其实挺充分的一个道理 没错 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 这整套教育制度 是个全世界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们把学校都分成幼儿园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你有没有想过这整套制度 全世界都一样 有的地方可能非洲有些 我要小学读五年 我们大部分读六年 大学有的地方读四年 有的地方读三年 都差不多这整套东西 在地球上出现的历史不超过一百年 是但是我们今天觉得它是必然的 对觉得它是永久的 从宇宙开始好像就这样了 就该永远这么下去了 但是你是觉醒了的妇女 因为我知道她可是从小 被这个研教出 我真的觉得就是像刚才咱们讲 也不是换期了 我讲李安 你看李安 李安也是说她从小 他们家是那种儒家 非常严格的整个这套儒家 你看今天李安这个说话 都能表现出那种 但是你看这种导演 他在电影当中色戒 他就拍的是特别不羁的那一面 你像你我觉得也是小的时候 就我说的那个朋友 那个妈妈 她自己是一个博士 还是很有名的一个大学的博士 她也在跟我讲这个教育体制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觉得其实不是说百无禁忌 我是觉得我是觉得特别奇怪 就大家好像都读了很多书 难道你没有看过历史 没有看过这些东西 但为什么好像就被有一些观念 有一些东西就被套在那了 好像不能改变 但实际上你说这些人 我们至少有小学教育中学教育 大部分人有大学教育 那这些教育里 其实你已经看到了多少年前就不一样 多少年前就不一样 就所有规则其实都为了让人类更和平 更安稳的生活在慢慢确定的 但是仍旧每个人可以有你在自己 不违犯社会的这个大的规则 情况下你自己的生活方式 现在变成好像就是说 有时候我突然会觉得 社会到底是进步了还是落后了 这个教育到底是产发生了作用 还是没发生作用 就好像大家被一些臣服的 就是很那种既定的所谓既定 其实可能就几百几十年 一百年的这种观念 就束缚在这个地方了 好像你稍微做的不一样一点 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了 你就是怎么好像你刚才用的是什么词 说我来着 对就是百无禁忌 离经叛道 对 甚至大逆不道 其实是吗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离经叛道 我觉得我很正经的一个人 对 我只是觉得就是你知道我说的意思 很奇怪的一个感觉 就是你通常觉得我们今天发展到2011年了 很多东西你看的更多了 你的教育也受的够了 见识的也很多了 但是有一种好像精神枷锁 对有一种枷锁 这就是精神枷锁 存在在很多就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身上 所以我特别同意那种说法 就叫什么知识分子和知道分子 什么就是这种 就有些人真是有知识没文化 我会觉得有所有有那些枷锁的人 我都认为他没有有知识没文化 你知道能解开枷锁 这是很高的功夫 很难的 大部分人终其一生 他都会活在一个套子里 因为这个套子比较安全 而且有时候我真是很能理解 你比如说 有的时候你就看着有些人很可怜 因为你自己曾经那样 然后你就看着他捆在一个观念里 为了这个痛苦 你比如说你知道我在最小的时候 我都曾经还有过那种处女情节 我认为我的女朋友应该是一个处女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你会特别的煎熬痛苦 但是你煎熬痛苦什么 就发现女朋友原来不是处女 还不是 那看来你的进步是真够大的 还仅仅是怀疑 还仅仅是怀疑 你知道吗 我经历过中国所有这种肮脏的这种心理 但是当你走出来的时候 当你觉醒以后 你再看那些被观念套住的人 你就可怜 你就说一辈子 因为一个想法 因为相信一个什么教条 就在那煎熬 在那受苦 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啊 臭女有什么好呢 是吗 所以需要更新观念 你知道你比如说 那你怎么从那样 我告诉你啊 就跟中国发展的道路一样 每一步都经历痛苦 人生你要经历痛苦 可是你怎么觉醒呢 就是有的人经历痛苦 他也不觉醒 对啊 也就跟他师父一样了 跟他师父一样 释迦牟尼一样了 就是痛苦就有不满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为什么要为这件事情痛苦 寻找原因 找到原因之后呢 找到道理 然后解开自己 对吗 而且一个中国人 你知道吗 一个腐朽的中国人 他一辈子需要解开很多个绳子 他才能够 但这个需要很强的一个自省能力 就你要知道自己是谁 知道自己脑子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因为问题是 你刚说这个枷锁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所以我就觉得很多事啊 习惯的 有时候觉得 你觉得这个人好像跟大家不一样 但是那种不一样 你很难说 我觉得件件事啊 一个人如果能自己思考过 自己求取知识 自己求取真相 你比方说徐静雷 我就发现有一样 我很赞赏 他最后自己求取了这个真相 他说到 又来了 他说到 比如说 我就不期待我男朋友给我送花 他不给我送花 我一点都不会生气 他说到 多高的觉悟 为什么 我本人就是一个不会特别记得别人生日的人 如果别人对我这样 我会有压力 我也觉得必须这样对他 你看这觉悟 是这样 就是说你希望别人怎么 就是怎么说 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 你也要这样对人家嘛 对不对 所以我对我就是一个会忘了生日啊 或者我去觉得专门为一个日子去买礼物 这是一件没必要 就你想到了任何时间我都可以送吗 他既然是我是这样 我也不期许别人对我是这样 人家针对我这样 我还真的会有压力 我会觉得 那我会觉得 那我到他生日 我可不能忘了这个事 你知道吗 你发现吗 这不是做女性啊 这是做人 是吧 他就而且我就很赞 而且我觉得这里边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那天说的 就是说呀 他这个演员呢 是不是格外对这个做戏啊 比较敏感 是 为什么我很认同啊 老实说 我不是不能给你们送花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受到了什么教育 我要是送的时候吧 很戏剧性 不是很就是我对我自己很瞧不上 就是我很害羞 而且我觉得很丑 我不觉得 这是对女人的赞美 真的我会觉得 这个是一种 你这也想多了 我是有什么感觉 就凡是形式感的东西 都会我觉得我在戏里 比如那天我穿婚纱 拍一个杂志 我当时就觉得 哎 我一会想演落跑新娘 一会想演这个结婚了很 要哭一下 剧情就来了 你知道这个所有 因为我是演员 所以我对所有形式感的东西 都非常敏感 就是一戴上那个形式 我就觉得我要演戏了 所以但生活中 你就觉得我不想演戏 就是我 那是我生活中的我自己 所以我什么形式 我都不想要 那比如说结婚 穿一婚纱 我一点憧憬都没有 因为就像刚才说的 我一拍婚纱照 我就觉得我要演戏了 我一会要演落跑新娘 一会要演什么 可是这个 那你要是婚礼 假设你将来结婚婚礼呢 我婚礼我也不想办 因为我觉得所有活动 要冲着很多人去表现一个东西的 那个对我来说都是工作 咱俩真是对 在机场上不办婚礼 这个东西啊 有时候是因为角度不一样 因为你是职业是个演员 所以你会对这种事情特别敏感 但是反过来呢 我知道很多小孩啊小女孩 有些外国一些小女孩很奇怪 美国特别都是这种小女孩 不知道怎么交出来的 你跟她们聊 你觉得她们人生中最大的梦想 就是结婚那天 在教堂里面她穿个婚纱怎么样 然后做所有你刚刚说形式感的东西 我觉得那是因为她们都不知道 自己平常生活充满演戏成分 于是她们都很渴望演一场戏 那是她们一辈子最重要的戏 没错 你是个演戏也太多的人 他们是个不演戏 没演过戏的人 没错 她冲净演戏 她冲净演戏 对 我觉得她可能也不是冲净演戏 就是她觉得那种形式感 会带来一种美好的情感 但她是个戏剧效果 我觉得自己像在电影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植入人们心中的一个 特别不靠谱的一个梦 让所有的女孩都写一个白色的 可以展现